哈囉表弟妹 怎麼辦我自己先自泡 我覺得這一集很有可能就是又有人不會理我 但是我還是必須說我們必須跟國際接軌 接軌沒有 international 今天的產品全部都是我從美國Sephora買來的 我知道台灣買不到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沒興趣我不想看 但是我說過要跟國際接軌 那今天就是我之前在Sephora買了一批產品的開箱 然後之前看一個影片 很有名的一個大陸的 我想我寫名字 然後他說都不知道美妝博主們在下面這邊這樣 不知道在弄些什麼 弄些什麼 對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常在弄些什麼呢 其實這邊KIDING KWANG 不知道我們就是這邊一定要很beasy 我們一定這邊要很模型的 因為東西就很多嘛 我有什麼辦法 啊就放在這美 我承認我承認 美妝博主這邊都一定要弄些什麼 好第一個我在Sephora買的很喜歡的產品是 這個品牌TOOFEST COCA CONTOUR 也就是裡面有四個不同顏色的修容跟打亮 就兩個修容兩個打亮 我覺得他的包裝真的太可愛太有質感了 這種包裝就是很可愛耶 就雖然不是說可以放到羅浮宮那樣美術館的等級 但他真的就很可愛 就很可愛 無懈可疾 而且裡面還附了一個鏡子 如果你看見的就四個修容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地方 是他裡面通常附的這種刷子不會好去哪裡 就是一個放在那邊以療標 OK我就是有附這樣子 但他這支刷子 我跟你講歐巴的手好軟好舒服喔 我這支刷子完全可以獨立出來販售 如果他做成長的話 他超級軟超級舒服耶 超級好說 因為通常買這種東西 我不太會用裡面的刷子 可是這支刷子真的太舒服了 而且他抓本也非常剛好 而且他重點是上面還印了一個TOOFEST的LOGO 好可愛 看一下 就超級可愛的啊 所以這盒我覺得太amazing 然後他裡面附的這支刷子 真的我覺得非常的物操所持 被這支刷子給收服 因為歐巴的手歐巴的手 講得好像一副我碰過歐巴的手 但是我不管他就是歐巴的手 碰到臉很舒服 裡面有兩個打亮跟兩個修容 我先看一下他修容兩個顏色 附的是不同色調 一個是比較灰 一個是比較咖啡 然後打亮的話 一個是蠢接近於米白 然後他那是提亮你蘋果肌用的 另外一個是他上面寫pop of light 就是你打亮這邊用的是帶有珠光的 不過這個可能不好意思 因為攝影機還沒研究好 所以你們可能也看不太出來 總而言之不用擔心 因為他這盒裡面有附了一個說明書 所以他會告訴你 到底該怎麼使用 還真的是會看一下呢 所以我覺得他很貼心 因為不然試鎮的時候其實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必須承認 那下一個買的東西 這盒是已經紅很久了 只是我現在才買 是Tarte TarteLate in Bloom 這盒應該是 可能國外youtuber應該人人都有 但我現在才買 怎樣我本來就是一個綜藝大帝 我沒有在追求 就是我一定要第一手有美妝最新的產品 OK 自己先泡自己 我覺得綜藝大帝 反正這盒我覺得他 就純粹覺得他好像很划算就買了 他裡面有三個金屬的 然後其他全部是霧面的眼影 坦白說我覺得 好像比Anastasia那一盒粉質 我說不是說顏色 粉質它來的比較紮實 所以沒有 它沒有那麼會飛粉 但這盒就買了可能也是可以用大概 八升八式 真的可以用八升八式 它裡面可以做很多事情 然後像那個最白的那個 也可以拿來打亮眉骨 這時候我又要說了 就跟小凱老師曾經說過一樣 因為美妝講久了 他也是磁窮呢 連他都磁窮了 更換我呢 所以我就是照這樣講 我說這個插到臉上非常有層次的layers 彷彿交響月亮 我就是純粹想要這一盒 因為我覺得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再來是鼎鼎大名的修容姬貴 Kevin Aucoin的色號是medium 華人應該是用medium 應該是 那這顏色乍看之下好像沒什麼 國外把它推崇到一個非常高等境界 說它顯像看起來是真正的影子 所以它現在在修容界的地位 就是崇高 非常的崇高 天后可能是范萍萍吧 我不知道它就是修容界的范萍萍 是天后等級 我有用 那不是今天臉上用的 對對對 就是像影子 我沒有說它不好用 我沒有 但是它真的 我覺得有點太貴 因為它這一塊這樣好像要台幣一千三四左右 就這麼小 但剛剛這一整盒好像似乎也是一千三四 似乎似乎 但是我當然不是說 喔這是瓶子賣那麼高 只是我現在還需要一點點時間 體會到什麼叫做在臉上 好像真正是影子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它對我的臉好像 有那麼一點點太深了 可是我還是想要擁有它 因為它是kpop礦 我就是想要擁有 我就是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怎麼樣像影子 然後它裡面還附了一個非常漂亮的 容布袋 很像Dior的這個 我會想辦法 知道它的美好 再來是一罐 據說極度控油的蜜粉 台灣也有賣啦 是Laura Mercier的 Blue Setting Powder 透明色 Translucent 是透明色的蜜粉 我只是想說 純粹就是湊個門檻 然後買它 那台灣就可以買了 這一罐蜜粉 據說非常非常的控油 據說拿來貝殼 你的臉 我還有解釋貝殼嗎 不是貝殼漢喔 不是維多利亞貝殼 不是貝殼 就是你臉在貝殼的時候 據說用它來講會太乾 但我現在還在測試 我是覺得沒有太乾 我跟你講我臉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我還會再持續拿它來貝殼看看到底 是不是真的太乾 還是說其實也沒那麼控油 我還不知道 但基本上來講 它是一款控油的蜜粉 不過老外都說它拿在貝殼會太乾 要用那個RCMA的貝殼 但是 我說過了 我本身真的是整個網美圈 對自稱網美 就整個台灣 就台灣 或沒有亞洲 就連醉油的女人就是我 我現在已經出油了 但可能鏡頭已經看不出來 反正我不管 我一定要拿最乾的蜜粉來貝殼 我完全不怕 完全沒有在怕 完全一定要拿最乾的 你們覺得為什麼拿這個貝殼眼下會烈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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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後再錄一集 我再告訴你們 到底要怎麼樣貝殼在台灣的夏天 才可以撐果 可以不用回姑娘 就是到傍晚就要回家 所以我對這罐期望很高 只是 它很貴 它拿來貝殼就是 也是有收銀器的聲音 所以用的時候還是會有點心疼 不過沒關係 反正就是用它來夏天貝 又不是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照用到它 那再來是一個很有名的youtuber 他叫做 Jeseline Hill 他出的打亮 是跟貝卡聯名出的 他這個叫做 Champagne Pop 香檳 Pop 它這塊 這是我今天我臉上用的 這一塊 就真的是如同它的命名 它就是香檳色血液 你一插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真的就是 這樣pop出來 誒坦白說 我不知道鏡頭前看不看得出來 因為這台相機 我還在跟它變熟呢 這塊貝卡 那個跟Jeseline Hill合作 這塊打亮我覺得很 很漂亮很好看 這是Jeseline Hill 可是它 它化的妝都 可能就開到就是 強度大概一千強 沒有可能一覺吧 但如果你要看它的妝來學 你覺得要化到自己身上的話 你可能 maybe 真的 從一照大概 縮到20% 就差不多符合我們 東方人跟台灣的風土明星 如果你照它化妝走在街上 你可能就是 擔心很久啦 可能在台灣會擔心有點久 但是那個在美國是 完全OK的 然後再來是一個 Kavondi的蜜粉 它有兩個尺寸 我覺得很棒 這個是我買小的尺寸 它是Lucky這個系列 我有說過我買它的粉底液 非常控油的 所以它Lucky 就是瘦掉耶 瘦掉耶這個蜜粉 我想說我一定要試試看啊 但因為我沒有用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它非常貼心 它錯兩個尺寸一個大一個小的 就價錢 譬如說一百跟五十 就是反正就一半這樣 我就先買小的來試試看 然後它是透明的 它的東西真的是很可愛耶 它上面這logo 真的是可以放到 羅浮宮美術館裡面 它的那個粉撲上面 還印有它的logo 還蠻好用的 不過因為我還在測試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到底 有沒有那麼控油 因為我想要拿它來back看看 而且我還沒有用它補妝過 我不知道它到底補妝 可不可以跟臉上的油融為一體 所以我未知或是覺得它很貼心的地方是 它這種書小尺寸的 你就可以不用一次買這麼大罐 因為不好用的話怎樣 送給就是你討厭的醋兵啊 再來是這個品牌 我還拜的它很有名的是它唇彩 這個色號叫做Cava 我跟你講就是不要買 Cava在老外嘴巴上畫起來很合理很好看 但是我畫出去的時候大家都覺得 我好像得癌症 我是說真的這不是濕毒色 也不是乾燥玫瑰 它就是一個生病的顏色 我跟你講它畫在嘴巴上就是生病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我都買了 但是我還是會用它就是 那天可能就是想要喬妝生病吧 因為畫出去就是化妝師就說 欸你今天氣色是不是比較不好 我這邊有張照片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生病 所以這個顏色我不太推薦給東方人 不要買Cava這個詞號 再來是Anastasia Bifoli Hill的唇彩 這個是霧面的唇面 Liquid Lipstick 它用起來我覺得跟 Kylie Jenner的非常非常的像 趨近於一樣 但是我每次都真的很想建議這些品牌 可不可以不要做這麼大一支 因為我們女生就是婊子無情 我們對於唇彩或對於彩妝 真的就是不停的花心 就像我們愛我爸一樣 所以其實你做這麼大一支 我們真的一輩子 我們可能真的要活該八輩子才有辦法用完 或是買一條就是要整個村莊女生分著一起用 才有辦法用完 但是因為我們唇彩有很多 可能現在有十條 所以下次輪到它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其實有時候可以做這樣一半這樣就好了 做最小的尺寸 然後你便宜賣便宜一點嗎 賣一半價錢嗎 這樣我還可以一次買很多顏色啊 對不對 那用起來也是很好用 就跟Kylie Jenner一樣 她很好用霧面的 只是她比較偏乾 台灣少女最討厭的唇紋會顯現出來 但是I don't care 那最後一個是 靈靈大名Urban Decay的 Eye Shadow Primer Potion 我一直以來用的都是 她原始那罐紫色那一條 就是擦起來是米色的 但是就想說試試看別的顏色好了 然後她又改包裝了 她又回到這棒子沾的包裝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顏色是怎樣 我看一下好了 好像差不多欸 我也不知道她跟紫色那條差在哪裡 反正這顏色這個色號叫Eden 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差在哪裡 這我也還沒用 這個Urban Decay的這個Eye Primer 是油田生命當中不可或缺 她就是名聲必須品 就是一直要買她 好以上就是我最近在Sephora買的東西 怎麼辦 我會覺得好像可能會沒有人什麼留言欸 因為台灣都買不到 我就想要跟國際接鬼要International 好接下來嘴炮時間 嘴炮時間不放在前面 因為怕又有人說什麼 就不知道要轉到滴滴分鐘才可以進入主題 所以我現在放在後面好了 所以你現在如果已經看完 你不想看你就可以直接 Out 最近發現就是 老外很多Youtuber 也沒有很多 就有一些好了 看到幾個 就是每次在教畫中 教中間的時候都一定要這樣 就是中間會有一個很長的過場 就是譬如說一畫完嘴唇 就譬如說來一個10秒這樣 就是 麥弄風騷 10秒 10秒 我總算懂了 我想說 原來就是 我也會有想要趕快看到下一步的心情 所以你就是怎麼又要慢弄風騷呢 怎麼就是又要這樣子慢弄風騷呢 怎麼又是這樣子呢 怎麼可以快點嗎 好我懂了我懂了 所以我現在就把嘴炮放到後面 以防萬一就是你們 在前面的時候想說 這裡你們在幹嘛 為什麼要嘴炮那麼多事情啊 可以趕快嗎 所以我現在懂了就放到後面 所以以後就是如果我教化妝的話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教化妝了 教化妝的時候 是不是也要這樣子 中間每交都滿一個眼睛 就是 就是先慢弄風騷20秒 20秒 還有一些就是fashion的電子月 好那有什麼問題 任何留言 或什麼想聊天的記得在下面留言 本身巨星非常親民 我會回留言 夏天防曬什麼選擇 欠著你們 我會 我會錄 OK 那下次見囉 掰